我叫王嘉阳,现在是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大四的学生 然后之前在艾特读的托福,那么最近一次考试考了110分 之前考过两次,感觉自己的英语基础还行 然后四六级都过得非常顺利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考读服的一些经验吧 然后还是分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四个方面来说 那么第一个方面阅读 阅读的话我做题目的过程当中会把我十分肯定的 我不确定的和我就是比较纠结的这几类题目都标出来 基本上每一题都会标,然后做完之后呢 在这个对完答案之后,每一题都要反复的再看一遍 把每一个选项也都要看一遍 那么这样才可以就是很好的考虑清楚这个答案和我想的之间的差别 那么这个差别当然也是要从文本本身去寻找的吧 无论你对的或者错的,你都要在阅读的文章当中找到对应的这个项 那么这样才可以有效提高 然后是这个听力 那么听力我基本上也只有做过TPO 然后我平时练听力呢 一开始其实听力我其实做的蛮纠结的 那么听力做多了之后你会找到听力的感觉 那么类似于阅读吧 就是你会大概知道一篇文章当中哪些地方会突出出来 来讲这样的就所谓的出题点 做多了之后你会有种感觉 然后我在做笔记的时候 我不是所有的都记 我记得也不多 基本上也就做记其中的一些重要的点 我认为重要的点来记下来 因为你做多之后你会发现你抓这个点抓的会比较好 然后平时除了TPO以外 对于我来说呢 我平时会看一些英美剧 然后包括一些英文的纪录片 还有新闻之类的 就是培养一个你多听多了解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觉得你沉浸在这个英语的环境当中 是对你提高听力是比较有帮助的 然后口语这一方面 口语的话我前面两次考试是23分到最后一次是26分 我觉得口语主要还是看考场上的一个心态 因为很多人包括我前两次考试的时候 有时就是你考到一半可能你一下子焖了 或者说是一下子有一点紧张 那么你可能你反应到你的讲话 就是会有点磕磕磕磕磕 或者说是就是会戛然而止 那么所以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考考试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要去就你把它当成就是平时就你在练习的时候的一次这样的体验就会比较好 我在艾特读的是托福VIP提高班 然后我觉得上课氛围还是非常轻松愉悦的 平时老师还是会比老师都比较幽默 他们会开一些玩笑 然后也会拿一些同学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整个上课的氛围对我来说至少不枯燥 所以学习起来还是很愉悦的 我觉得在艾特读就是读书的话 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周围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 尤其是比你年纪小的人 因为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来读的话比较少 一个班可能就零星的 我记得我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大学生 全都是高中生 而且这些高中生的水平也不差 有很多各种各样比较好的学校 所以那和他们在一起呢就会 你其实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了 因为你面对一群比自己小几岁的 这个可以说小朋友吧 就是如果你做的比他们差 那就面子上会有点挂不住 所以就平时说也会 他们其实对我是一种激励了 会让我更加用心的去听课 我的托福是四个老师 王琪是阅读 然后陈静是写作 彭飞 口语 然后赵峰是听语 我觉得四个老师都还蛮 就是不是那种很严肃的老师 就是大家都非常幽默 就是希望艾特可以成为这个行业内的标杆 培养更多的学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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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